一段家国王室 数度秋雨春风 同宗两岸 海峡一弯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云 有哪些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血融与水的一脉相承 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拨开岁月尘封一案 揭秘历史背后显为人知的内幕 带您走进见证传奇的风云人物 分享难忘的台海记忆 从1947年被幽进到台湾 他就再也没有回过东北老家 他首次离开台湾赴美国 曾计划回大陆看看 却因种种原因而更选 晚年定居美国夏威夷的张学良 完全恢复了自由 可为什么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他那时候行动相当不方便 是很不方便 张学良生前没有回过故乡 去世后魂归何处 张学良是离我们回去的 但是这些遗物就要回了老家 敬请收看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张学良终未成行的回乡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涯共此时节目 我是主持人桑成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们请大家先来看一个短片 请看大屏幕 1992年9月10日 已经恢复自由92岁高龄的张学良将军 在台北北投家中 第一次接受了来自大陆记者的采访 采访中张学良表示 会选择适当时机回东北老家看看 一望海峡相隔两岸 不远处东北故乡就在那里 然而他却始终没能踏上归乡之路 转眼十多年过去 2001年的春天 已经是百岁老人的张学良 在夏威夷接见了大陆辽宁省的客人 在这次接见老家客人的会谈中 百岁老人张学良难以掩饰自己的思想之情 回不回去看看 想回去 这就是说服的 天底 说服的那个苦 快想象了 一百年一岁了 一百年一岁了 这么两个月 想念我的家 想念我的家呀 想念我的家呀 八年之后 张学良与世长寺 自1931年走出东北 七十年间 他始终没能重回孤立 非常珍贵的一段历史画面 我们看到一百零岁的张学良老人呢 发自内心的说出 我太想家了 太想家了 那么既然张学良先生思念故乡 那为什么在他晚年 在得到自由 解除软禁之后 为什么没能够回到老家去走一走 看一看呢 今天我们就为您揭开其中的秘密 让我们掌声有请 张学良先生的侄女张吕恒女士 以及张学良研究学者张有坤先生 有请二位 欢迎您 您好 请坐 在张学良先生晚年的时候 也就是您大伯和您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会不会经常和您谈到东北家乡的一些事情呢 自从我从改革开放回到中国以后呢 就是这边国内土地以后 我经常跟他汇报 每次我看那样的东西 那当然他对家乡的事是特别感兴趣 可是我也不是那么长的回东北 可是我每一次接触到 东北的老乡 或者是他原来的部下 或者是他的朋友 我都会每一次一一向他报告 他非常感兴趣 所以他对家乡更思念 也很想回来 您讲给了他当年很多家乡的变化 但是他有没有讲过 就是跟您讲过 当年在年轻的时候在家乡 他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您一起来回忆 会吗 会经常就这样的回忆吗 我从开始见到他的头一天 就他就开始讲 他以前在东北年轻的时候做些什么事 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 还有跟我爷爷在一起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家师 跟他的那个辉煌的那一段的历史 他很喜欢讲故事给我们听 所以我也是由他那跟我祖母那才知道我们家里 到底以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讲的最多的是哪些方面的事情 他讲最多是跟他父亲 就是我的祖父 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 祖父怎么管教他 他是多么淘气 他是多么想向往西洋的东西 他是多么想做医生 他不想当做做军人 然后等等一系列 就是点点滴滴都讲给我们听 然后后来他的父亲一定要让他当军人 所以他就去了讲武堂 到了里面他又变成很优秀的学生 张学良与父亲张作霖的感情非常深厚 1928年6月3日 因为不买日本人的仗 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 在辽宁沈阳附近的黄公屯火车站炸死 1928年11月 张学良开始为父亲 在府顺东郊修建陵秦 称为元帅林 张学良原打算 在1931年11月修建完成元帅林 并安葬父亲 但1931年 918时便爆发 日寇占领了东北 元帅林就此停工 日本人只同意 把张作霖下葬在辽宁省锦县一马马 回乡为父亲签葬元帅林 是张学良一生的愿望 1999年6月 来自辽宁的东北老乡 到夏威夷拜见张学良 顺便带上了一片元帅帘上的刘瓦送给张学良 当时张学良见到刘瓦呆呆的没有反应 但后来 就与张学良的家庭护理师审评回忆 张学良在见到元帅林上的刘瓦后 哭了好几天 他思念他能够进来 相当相当的深的 他对兜风也没有兴趣 吃饭他也没有胃口来吃 问他干什么 我想我的爸爸 然后就坐在厅里的一个饭桌旁边 他就哭了 他就完全就改变了一个人了 问他为什么 我想爸爸 然后有一次晚上 他送他去睡觉了以后 他就在房间里哭了 而且是 就这样哭了 我赶快就去回报台 因为在这个之前 他已经有哭过 而且那一次是特别伤心的 那我就去叫档派 然后他就很着急 他就叫爸爸 你怎么了 你哭什么呀 他说我小爸爸 就是那种 对那种 他父亲的那种思念 就是深的 就是浓的 画都画不开来了 在开始那个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老人 在谈到老家 谈到东北的时候 特别的激动 几乎眼泪都快下来了 那平时 当时在和您讲这些经历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很容易激动呢 他讲到人的时候会激动 讲到他每次都很好奇 我如果从国内回去以后 他会问 你这次看见谁了 他们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会带点信回去给他看 他会激动 那当年您听您的这个大伯奖 这么多他年轻时候的经历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体会到 作为中国人 都有这个骨子里 都有一种思乡之情 有这种落叶归根的这种情节 这一点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讲起这一段 我是最遗憾的 我一直认为 我这个使命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还有最后三分之一的里程 我没完成 我就是想陪他一起回到东北看一看 回到这块土地上 他真的思念的土地 可是我没做到这点 这也是阴错阳差有很多的原因吧 这个 我总说 我说他就等于是一个唱戏的人 上舞台以后应该踩到点上出场 他老踩不上点 永远没踩到点上 所以永远就把他应该做的事没做完 所以这也是他的遗憾 也是我的遗憾 1991年3月 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迪到美国探亲 这是他们软禁54年之后 第一次自由远行 也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台湾 离京前 张学良透露 计划转到去大陆东北老家看一看 获得这个消息后 大陆方面为迎接张学良回大陆 做了许多准备 其中包括在张学良老家 辽宁省沈阳市重新修起大帅府 以及在辅顺重新修起元帅林 为张学良归来后 赴辅顺千藏父亲张作霖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但是派谁代表大陆去美国看望张学良呢 这个人既要跟张学良私交很好 又要能代表大陆对很多事宜做出决策 有谁能担当这个人物呢 1991年4月30 经邓小平提议 大陆方面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 吕正操赴美看望张学良 吕正操既是张学良的旧部 也是张学良的同乡 西安事变后 吕正操投身共产党 解放后 吕正操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铁道兵政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1年5月26日 吕正操一行飞进纽约 败会张学良 由于6月3日是张学良91岁大寿 吕正操此次还给张学良带去了生日贺礼 贺礼中 有著名书法家齐公先生手书的一副贺帐 和张学良最爱听的金剧录音带 真是固有重逢 他是他的老部下 他是他的学生 可能这也是当年为什么要派吕正操去和您的大伯见面的原因 就是非常的合适 他们两个有个非常深厚的这种友谊 是这样的吧 对 吕正操他是张学良的学生 也是部署 又是老乡 这个张学良对张将军 这个张学良对吕正操 他还是有所了解的 四天后 吕正操第二次与张学良会面 大陆方面委托吕正操 带给张学良一封信 诚挚邀请张学良 在适当的时候回大陆看看 这一封受邓小平的委托的手写书信 立刻引发了各界广泛关注 谁写了这封信 信中究竟写了怎样的内容呢 我们再请大家看一封信 信里面有大概这么几句 写道 先生阔别家乡多年 亲朋故旧 君翘首以盼 南尽其言 这封信的落款是邓颖超 能够我们介绍一下吗 当年是什么时候 这封信的 1991年 1991年5月20日 对 您知道吗 这封信的背景 这封信背景就是 为什么要邓大街写这个信呢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一个是邓大街当时 我们全国整协主席 又是队一泰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从他的地位 还有周恩来和这个张学亮将军的太书感性 很有关系的 为什么这封信要由邓颖超来亲自书写呢 这关乎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邓颖超的深厚友谊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友谊 长达四十年之久 周恩来曾三次为张学良泪流满面 他在临终时 还住着身边的工作人员 不能忘记在台湾的张学良 张学良被秘密幽进的五十多年里 周恩来和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情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 周恩来与张学良分手二十五年之后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仍设法为张学良隔海捎书 几十六字密信给张学良 为国珍重 修心养性 前途有望 后悔可期 在美国接到吕正操带来的邓颖超邀请信后 张学良写了一封回信 信中写道 鸡居台湾 下手云天 无日不有怀乡之感 亦有机缘 定踏上孤土 当年为了能够让张学良先生回到祖国 回到家乡 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些工作 因为当时吕老要去之前 我跑了两次美国 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副建工作 第一我就想知道 他到底去了 万一要是吕老那么老远去了 看不见怎么办 因为确实这里面也有点 复杂的关系 因为当时他离开台湾的时候 台湾政府也说 你最好不要跟对岸的联系 你最好不要去对岸 他答应了 才让他再次出来的 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那我国父当然 也很渴望着要见了这些老朋友 后来我就跑了一次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吕老可能要来看你 你见了 他说我一定见 这是第一次 我又不放心 我又跑了一次 又跑一次 我再领 我说我马上回去 我就跟他们一起来了 我说你可别变卦 不要因为别的人 或者有些干扰 让你不能见他们 他绝对不会 我一定见他们 做一个沟通 做沟通 沟通沟通 对 大概老哥俩见了几次面 一共三次 三次 三次 所以第三次是没有预备 再安排的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是他在住的地方 吕老跟一行人全部都去了 那那天早上呢 本来说下午去 后来忽然间改到早上去 我记得我们大概九点多钟到的时候 吕老站在电梯 吕老还想 我们去了应该是怎么样 我说你不用担心 我和我大爷一定会在那等你 那等我们上楼的时候 我大爷已经站在电梯门口等他 就是他住了一个公寓 公寓的门口有个走廊 他站在走廊里头等他 所以表示他真的是 就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他就多想见他们 盼望家乡 盼望家乡 然后最感人的一面就是 我们见完了以后就到 刚好吃午饭的时候嘛 我们就到外面去吃饭了 两个老头手牵手站在街上 当时我真的 我觉得很可惜 两个真的好可爱 这么多年 见了手拉手 两个人一边高 而且都是那种东北老头的形象 我们就在旁边讲 你看这个东北人是不是有特征了 两个人头型也很像 个头也像 两个人还手拉着手 那是第一次 那这是第二次见面 91年 91年 在我妹妹的 这个当公室 在我妹夫的办公室里 她在一个银行做事 所以这个是他们两位见面 他们两个刚刚那张照片 单独谈话的时候 我们都没在场 都没在场 她把刚刚那封邓妈妈的信 交给了我伯父 看完了之后 我就退出去 吕老说 我要单独跟你大爷讲点话 那我们就出去了 所以他们讲什么 我确实不是太知道 那这是第二次见面 见完面以后就 大家说不见了 可是后来 我伯父又说 我还要见他们一次 那我又给打电话 我再陪我伯父去 那就是在吕老住的地方 那时候他就 第一他想知道 怎么抗日的 他说我最遗憾的这一生 就没有打日本人 我知道你叫人家 给你起个外号 你叫低老鼠 你专门挖地洞 打日本人 就是讲他几分打仗的时候 他说你能讲给我听吗 那吕老就把抗日的那些 细节讲给他听 我最记得吕老说 我们的胜利是靠老百姓 是人民给我们的胜利 不是我们军队打仗 打着日本人的胜利 我们是得到人心的 我伯父真的是听着他对 所以国民党很不成功 他说了这么一句 6月4日 张学良与吕正操第三次会面 张学良来到吕正操下榻的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李道玉大师的官邸 同吕正操又做了一次深入的交谈 我讲的 我要跟你说 我说我这个家乡 我就在台湾像地区一样 我说很愿意看 真的怕要跟我不反对我 我现在我跟你说话 我愿意保存我的身份 我这个肉有那些恐怕还是 肉肉也许将来 两方面有用的我的地方 我学院九十多岁了 天下还有我呢 我很愿意给你去分走 最后他临走的是 如果海峡两岸 今后要有我张学良 还可以可用之处 我愿意为海峡两岸的和平 我愿意为海峡两岸 张学良后来还跟李文草约发三张 我回去但约发三张 第一不要欢迎 第二不要见记者 第三 不三张 不就是见记者 这样三张 不欢迎 不要恭维 恭维我 所以这个讲的这三条 说他当时出去呢 就有力了跟我讲 当时我们也准备 一切准备都准备好了 可以说如果要回来的话 从美国回来 我们飞机到你 因为写得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但这个人要去实际国家 后来这个 他的女友江世韵嘛 就被作为的太医伤 去讲我这次 说说 他的张学良跟这个 说你就是那个 被吩咐 你从这回去看看行啦 你别犹豫 他说我是这样一切人 我不能为未来李东回 李东回把交来美国 我不能送这跑到大陆 意思是我要回去 躺躺正正从太阳回去 我不能送这回去 1991年6月末 张学良与赵一迪 结束了三个月的美国之行 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后 张学良原本以为李登辉会同意他 回大陆老家看看 但没想到李登辉对他的大陆行根本不支持 对于两岸关系 张学良始终有一颗赤子之心 但是在李登辉主政时期 这一切都没有可能 伯父呢 是非常守信用的一个人 讲了话就要算数 当时他答应他们就是说 李登辉 我不会去彼岸去走一下 他这样才 李登辉才说那你去 去看你儿子吧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也是说了这个话 在这个之前呢李登辉去夏威夷的时候也去看过他 实际上那时候李登辉的狐狸尾巴还没完全露出来 我认为这个人绝对是说一套做一套 然后心不对口的 然后这个我伯父就是太讲信用 他一生就为了他这个守信用 害了他 就害了他自己一辈子 所以蒋先生那时候也说 我们绝对宋子文答应他 不追究他西安事变回去没事 结果一关关了大半辈子 第二次又上了李登辉的党 所以我觉得 这是他的人格的这个 他的本性是这样子 我也曾经开始 我也跟他说过 我说你认为李登辉是好人吗 他说你怎么看 我就把我的意见讲给他听 他就没说话 他就大不以为然 他就后来他说 不过我答应人家的事 我不能失信 这就是我的伯父 就是一辈子都守信 一辈子做人都有做人的 他的一个格调 所以他我老实说 他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人 非常有魅力的人 你要跟他在一块待一会儿 你不能不爱他 你不能不喜欢他 这不是我一个人 所有的四周围的 跟他接触过的人 都有这种感觉 可是他是活在悲剧里头 他后半生没有做过一件 他自己愿意做的事 从1947年被邀进到台湾 他就再也没有回过东北老家 我想念我的家 他首次离开台湾赴美国 曾计划回大陆看看 却因种种原因而搁浅 他说我是这样一切人 我不能为难你都回 我要回去躺躺正正 去太阳 不能说这 晚年定居美国夏威夷的张旭良 完全恢复了自由 可为什么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他那时候行动相当不方便 很不方便 张旭良生前没有回过故乡 去世后魂归何处 张旭良比我们而去 但是这些遗物就要回了老家 敬请收看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 海海记忆 张旭良中未成行的回乡路 1992年3月 蒋介石的次子蒋美国 致信张旭良 要陪同张旭良夫妇 回大陆省亲扫墓 回乡线路是 先去西口 后到沈阳 再去西安 但是这个计划 却因蒋美国突发心脏病住院 而取消了 张旭良又采取什么办法 去实现他的还乡梦呢 可是张旭良本来已经准备要去 他本来已经准备参加和氏里 那个孙子的婚礼 就从香港要进大陆 那个签证都办好了 就刚好和氏里的那个太太去世了 所以太太去世了 那个小孩子就不能 要立刻举办婚礼 所以就在加拿大举办婚礼 香港的婚礼就取消了 他这么又拖下来 后来那个特务队长叫李正元 就跟我讲得很清楚 拖下来后有一天晚上 他说东北人他那个尿壶就放在那个床下面 大概晚上那个抓那个尿壶 一下就咚摔到床下面去 头就撞到那个地了 过了几天那个头就积雪了 然后脑袋就不清出来 张旭良被紧急送到医院 头部做了手术 但身体很虚弱 与此同时 台湾安全部门的特务 仍然以保护张旭良的安全为名义 监视他的行动 张旭良终于下决心离开台湾 这块伤心之地 1993年 张旭良卖掉台北北头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子 与赵伊迪一起 以探亲疗养的名义 离开台湾赴美国家为一 从此张旭良再也没有回过台湾 他说老天的安排 他信耶稣嘛 他说得主的安排 可是我是觉得他也有遗憾 他后来老了 他常常说你们推我到那边去 他坐轮椅嘛 他说你们推我到那边去 他并不是说要过马路到那边去 他那意思就是到海峡的那边 回家去 但是当年为什么张旭良先生 没有接受这个吕正操的这个建议 你看这个邀请信 邓大姐也带去了 也写了 为什么今天没有回到大陆来看一看呢 因为当时我伯母身体非常不好 他得过肺癌 他的肺一半都被割掉了 那他也长期要靠这个氧气 他要24小时的背这个氧气筒吸氧气 而且他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他整天都起不来 要坐轮椅 然后要长期卧床 所以在这种的身体情况之下 他是不能旅行的 我大爷已经跟我说了多少次 他说我不能把你大妈一个人搁的夏威夷 我们要去得俩人一起去 所以就一直等等的 那当然年纪大了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那我伯母真的后来就走在他前面 他隔了一年才过世 可是当我伯母过世之后 我想把我伯父带回来走一走的时候 他那时候行动相当不方便 很不方便 所以我也很担心 我如果带了他走 万一要出点事 他还有儿子 那会不会很怪我呢 当然他很愿意跟我走 可是在愿意的形成之下 我也没敢再去动他 可是他也有这个意愿 可是当时已经身体真的是 就等于一根蜡烛已经烧到尾巴上 风烛残忍 身体健康 健康 不太平适 我不出一下啊 这个李永总讲了一些 我作为研究啊 作为一个研究者 我的看法 政治环境的干扰 就是张将军说 我回去大陆调节 是两岸关系也换货 我回去的调节也成熟 我不愿为我个人是 给海峡两岸带来不必要的政治上的麻烦 他说他这样 我要回去 他跟李永总说我决定回去 我做个机会 回去看看眼睛吗 当时阎民王给他介绍 上海一个赵东升啊 专门职业啊 疑似很神奇 他说我回去直直严谨 我想李永总会他 不会不同意我回去 如果他不放的话 我就告诉你们具体之称 结果呢 回来台湾就没回来了 六月回去 到十月回去给李永总写了 我这演呐啊 都还可以 九十一老人到这个 也制度了 就写了这份译 实际是李永总会的担扰 国际环境干扰呢 一个是苏联接替 东欧局变 东欧局变 国际形势正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这个张将军 然他的条件是不符合他 第二个 1990年呢 美国买给台湾 150架 大陆向美国去的抗议 台湾敲一把 两岸关系吃惊 当然不符合他实在调 调起了 再一个就是 我觉得家庭的原因 就是在他 犹豫不定的时候啊 赵威力夫人呢 他回来影响他们 长久于宁静生活 又爱健康 没有别于 拥有的积极支持 刚才我注意到 您提到说 谈到两关系的时候 您的大伯当时说 如果梁统一 有一天 还用得到我张学良的话 说一句话 他说我愿意 还要尽力 对 尽力联波之力 他这种想法 是早就有了吗 我伯父是一个 非常爱中国的中国人 并不是因为 他是我伯父 我才这样讲 我才讲 要如果爱国 我们应该拿他 做典范 他当时 我曾经问过他 我说 仙人事变的时候 你把天捅得动 你当时怎么想的 他其实很不愿意 谈西安事变这回事 他唯一跟我提过那一次 他就说 他说我跟你说 我已经愿意 牺牲我自己 只要中国人少死一个 我就是赚的 他说我真的是 预备牺牲我自己 所以我才敢这么做 当时的中国人 实在是太可怜 而且尤其 蒋先生跟他的意见 不一样 要杀这些学生 但我是直在看不下去 他说 为中国人牺牲是应该的 所以他这种爱国精神 实在是应该让我们后人笑话 而且他是非常有人格的中国人 2001年10月15日 张旭良在夏威夷平静谢氏 享年101岁 10月23日 张旭良的葬礼在檀香山举行 江泽民等大陆领导人送去了花圈 辽宁率府故居 故乡海城 古城西安 都在那天举行了悼念仪式 白山黑水 关东大地 人们翘首以盼 等待张学良将军归来 但是张学良 却带着未了的遗憾 家喝西去 这位百岁老人 去世之后 又与故乡 结下了怎样的缘分呢 生前不能够回到家乡 但是我们相信 在他过世之后 老先生已经是魂归故底了 我们知道 其实在张学良先生过世之后 他当年在美国的一些生活用品 后来也是由他的亲属 有一部分是捐赠给了 他的家乡 是沈阳张氏率府纪念馆 那么前不久 我们的郎木记者 也是专程前去做了采访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请看大屏幕 坐落在辽宁省沈阳市的 张氏率府博物馆 是张学良与他的父亲 张作霖的旧情 张学良在这里生活 长达15年 但是自从1931年 东北被日本人占领后 张学良直到2001年去世 70年间 他都不曾回过大帅府 1988年 为迎接张学良回东北老家 大陆对大帅府重新整修 把一些在这里办公的机关单位 搬迁到别处 已经整修 大帅府焕然一新 在大帅府里 还有一个张学良纪念馆 里面陈列了张学良晚年的一些生活用品 这些张学良的遗物 都是由张学良的女儿张铭英 以及儿子张于林 捐赠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为大家请到了 沈阳张氏率府博物馆的馆长 张力先生 来掌声有请 欢迎您 您好 请坐 今天呢 您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些 当年张学良先生生前的遗物 是吗 给我们展示一下 介绍一下 好的 张将军的遗物 就是这个狮子的小黑猫 这是老夫人 他妈亲手勾的 就是赵一丁女士 亲自为张学良 彭指的 彭作的 大家看到 这大屏幕上 晚年经常戴在头上的 就是这顶帽子 因为老年人都怕疯 所以他一定要戴个帽子 那我伯父就是太太大的 或者是什么 他不喜欢 所以他就喜欢这种小小小帽子 我常常逗他 我说犹太人才戴这个 你也是犹太人吗 所以这个帽子 不是一顶 还有好几顶的 所以都是我伯母 自己亲手做的 包括 当然这个衣服 已经是后来是裁缝做的 可是在我们那个书里头 他们关在新竹山里头的时候 所有他们两个人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我伯母自己亲手做的 所以我伯母很多这些衣服都是 我伯母自己 他喜欢舒服 所以都是我伯母开始做 后来那个裁缝才照 那个样子在做的 都是他说 我的设计师是 是你大妈 也是贤内住了 很心灵手小的 这件衣服是张将军的代表作 因为有张将军这顶帽子 必戴在头上 所以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 我想介绍的是这件运动衣 这有一个照片 穿在身上了 这可是就是这件 穿在身上的这件 那个时候还没有坐在轮椅上 还可以适当的运动 他在房间里的时候 他不坐在轮椅上 他坐在凳子上 那么这件呢 应该是有故事的 那么谢雪平 张学师的夫人 那么也是咱们的 厌安的革命老前辈 那么张将军对 那个张学师将军 也非常的爱戴 非常的关心 那么谢雪平呢 也代表他家 非常的想念张将军 那么张将军 百岁华旦的时候 谢老就想 我送点什么呢 最后想来想去 决定送一件运动衣 尽管张将军已经百岁了 但是呢 仍然买运动衣给他 给他穿上 张将军呢 欣然接受 穿在了身上 这是他们在一起看画报 也是看这个 这个 纪念 纪念 纪念照的这个 场景 那么这块我要介绍一个 一篇纸 很简 就是很平常 这有什么特殊呢 但是这有三个字 这是2001年七八月间 张 张 吕林 带他朋友 请张将军 在一个明信片上 签字 但是呢 张将军当时 因为 七八月份 十月份 张将军就 已经过世了 那个时候 他的眼睛 几乎 看不着什么了 凭感觉 在书写 但是他也答应了 这叫做 那么 为了写好字 他就在这张纸上 凭着自己的感觉 写出来的 所以这件 我觉得是张学梁将军 一生的最后的字 最后的字 非常有纪念意 虽然眼睛看不错了 但是在用心 把这个字写下来了 很珍贵 最后我再介绍这件 这是一个小河 这是谁 这是整个故事呢 张将军有两个孙子 是张 张居姓 张居养 那么 是这个张吕林和 夫妇的 那个 生的 那么张将军非常爱 他的两个孙子 在一起天伦自乐 两个孙子也非常爱爷爷 就琢磨给爷爷买点什么 让老人 老人家高兴 他们就选择了这件礼物 大家看啊 这是个小河 但是里头呢 有三只 非常可爱的小白鼠 小老鼠 小老鼠 但是呢 这小老鼠啊 可以让他们活起来 还可以动 哇 钻出来了 啊 套在手上了 下面有这个玄机 很可爱 张将军也非常喜欢这件东西 我觉得张将军也是平常人 也是 虽然是年事已高 但童心未敏 这些东西 我就这样看 张将军离我们而去了 但是 这些遗物 却回了老家 说 回到了他当年 应该说十二岁 一直到 三十岁 这十八年 在帅舍度过 那么 回到了 当年青少年 居住的老宅子里 现在已经成为 珍贵的文物 每天都对观众开放 讲解 张将军晚年的故事 他是历史的见证 是晚年生活的写照 也感谢您百忙当中 来到这儿 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么多珍贵的文物 替我们大家好好的包关起来 把他背后的故事 讲给更多的 人爱听 尽管您的大伯 张学良先生 他到最后 非常遗憾的 也没有能够回到家乡 但是 从几位的故事当中 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 张学良先生的 他那一份 思乡之情 爱国之情 真是有意义 好 非常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 痛压共济学 下周同时 再见